七北區明年不辦特色招生 教育部管轄的國立正大附中 昨晚決定 明年將辦小規模的特招 以英文為特色 招收一班四十名的學生 國立的十大附中也表態 明年要續辦特招 招收三到五班 大概是一百多名的 數理語文特色實驗班 打出全校性的英文特色課程 正大附中今年的特色招生 果然吸引許多學生來就讀 然後有一個language corner 就是跟外國人對話 然後還有第二外語 對 所以就英文會比較好 發展出的英語特色課程 必須繼續才有成效 因此即便即北區明年不辦特招 正大附中決定明年續辦特招 以英文為特色招收一班 共四十名學生 目前我們的規劃是考英文跟數學 因為好 我們所有辦特招的時程 必須在不影響整體基北區考生放榜的時間 所以我們的作業期程非常的短 所以目前的出題還是以這種選擇題的方式 可能會啦 因為就是蠻有特色 而且英文是就蠻重要的 正大附中確定後 先前說不辦的師大附中也轉變 預計明年收三到五班 約一百多名數理語文的特色班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尊重兩校 也提醒要遵守教育部的原則 因為是小規模特招 加上又有政大和台師大的資源 消防對續辦頗有信心 規劃六月初會考成績出爐後 六月中考特招 免是特招同步在六月底放榜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台北報導